北京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下面呢,让我们一起走进锦州的滨海体育中心 来关注羽毛球男团项目的同台争夺战 今天呢,北京队是要迎战林丹领衔的解放军队 那么在男团的项目当中呢 一共呢,是分这个单双单双单,一共是五场比赛 那么在昨天的半决赛当中呢 北京队是1比3输给了江苏 那么本届全运会羽毛球男团的决赛呢 就是江苏对阵陈龙领衔的福建 首先呢,我们先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一场比赛 男子单打,北京的选手杜鹏宇对阵解放军的选手林丹 那么关于羽毛球这个团体项目的比赛的简单的一个规则呢 在这里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其实呢,这个男团项目的预赛阶段呢 是在今年的6月1号到9号在浙江的领海进行的 那么除了这个团体项目呢 还有这些单项的比赛 大部分国家队的选手呢,都是以种子的身份 直接晋级到了单项的决赛当中 预赛的时候呢,种子排名是根据去年全国锦标赛的名次进行最终的排名 全国锦标赛团体的1到4名分别是被列到了A到D组的头名 那北京队呢,在小组赛阶段呢,是三战全胜 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呢,杀入到了决赛阶段 决赛阶段的比赛呢,就是从全运会开幕以来 北京队呢,在团体的项目当中呢,也是打了三场 在这个半决赛之前,三场比赛呢,是两胜一负 那么今天呢,对于这个排名附阵呢,其实也是相当的有意思啊 因为这个羽毛熊男团的比赛呢,是 这个选手们在登场之前呢,在确定这个名单之前是不知道自己的对手的 那么这一次呢,咱们北京队 应该说在这个单打的项目上 一单呢,是排出了最强的选手杜鹏雨 解放军队呢,也是最强的选手林丹 所以第一场比赛就是一场强强对话 应该说这场比赛呢,也是今晚这个男团对决的一个焦点之战 对,这场比赛就从于在第一盘就碰到林丹,这是比较不利的 因为在全英会的羽毛球的比赛里面,跟国际比赛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因为国际比赛呢,在汤鹅杯,在苏地曼杯 如果你的世界排名靠前的话,你出飞不出场 否则你的出场顺序必须靠前 避免你出现前进赛马的这种行为 但是在国内的比赛呢,是可以的 对,所以说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呢 对于各队的教练,他们也只能猜 猜这个明天的比赛 对手会派出一个怎样的阵容 那么关于解放军队呢 他们之前在决赛圈的一个排兵布阵 每一场都有变化 那么值得一提呢,是呢 就是上一场男团的半决赛 解放军队阵福建 用时呢,只有107分钟 昨天呢,北京队是打了200多分钟 那么解放军队是0比3输给了福建 那么当时我们在看到解放军队的一个排兵布阵的时候 也非常的有意思 林丹排在了第三单 那最后呢,这场比赛 林丹压根就没有登场 0比3就失利了 对 所以昨天半决赛解放军队把林丹放在第三单打的位置 基本上意味着解放军队是放弃了这场半决赛 对,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 来跟北京队来拼这个第三名 被对方给施穿了 如果按照我们这个预计的话呢 可能这个前两场比赛应该没有太大的悬念 因为毕竟林丹是在杜鹏宇的实力之上 那么有可能会打成1比1 那么接下来的三场比赛就会决定这个最终比赛的胜负 尤其是第二场的男单黄国新对阵的是解放军队的周玉杰 不过黄国新呢,其实在之前的比赛当中呢 也曾经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就是在决赛阶段第一场比赛 北京队3比2战胜了广东 那场比赛是决赛阶段的第一场球 北京队和广东队就打到了第五场 当时呢是非常年轻的小将黄国新登场 最终是2比0战胜的对手 看来黄国新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同时也有一定的心理经验的积累 上来第一局双方的分数 仰得还是比较紧 林丹仅仅4比3领先1分 单位选手呢都是国家队的队友 在世界大赛上呢也是经常碰面 平时呢也是经常在一起碰面 所以非常的熟悉 我觉得对于杜鹏宇来讲的 今天的这场比赛还是要 最好是搭好开局 能够跟林丹在这个比分上先咬住 说不定等到最后的时候呢 还是有一线生机 因为在伦敦爱会之后啊 像林丹 陈龙 陈坚这些球员呢 相继的休息 所以杜鹏宇也作为主力参加了多项 世界级的赛事 也拿了多个南丹的亚军 对 但始终没有打破世界南丹冠军荒 不过呢随着像林丹啊 也是休息了一段时间啊 那么杜鹏宇呢 在世界大赛当中呢 也是这段时间也有比较不错的表现 嗯 那么她呢是 在这个今年的年初 1月17号 她的世界排名呢 是来到了第三位 这也是她职业生涯的 一个最高的世界排名 林丹正手的批掉对角线 还是给杜鹏宇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这个球不到位啊 又是一个皮杀对角 你们接着上网扑球 再下一分 现在杜鹏宇面对林丹 林丽的底线攻势啊 还是有点不太适应 所以接下来呢 也是要求杜鹏宇在回球质量上 能够有所提高 嗯 杜鹏宇这个球员 应该说场上跑动能力是比较强 但有的时候呢 这个战术意识有点不足 比如说刚才 呃 这两次挑后场啊 都是挑到自己这个右前方的 对方的这个位置 其实这个如果是面对右手选手的时候呢 就是正常的一个位置 但是面对林丹呢 是一个左撇的选手啊 可能就是自己去动力定型 呃 比赛当中呢 应该是刻意的 要随时在考虑到 对方是一个左手的选手 不能按 面对一个右手选手的比赛 这种正规的线路套路来打 对 两位选手其实从进攻方面呢 还是林丹占有很大的优势的 但是杜鹏宇的体力呢 是他的优势 因为他以前呢 是这个国家队啊 这个女丹的陪练 嗯 所以他的体能呢 非常的充沛 而且年龄小啊 对 我今年是25岁 嗯 这种球啊 失误的有一些无味 这次解放军队 在决赛阶段的比赛呢 首先第一场是3比1 战胜了浙江 当时呢 林丹是作为一丹 第二场比赛呢 解放军队 正中国香港 林丹呢 是作为第二丹出场 呃 第一单的解放军队 是派出了无心 两场比赛呢 林丹都赢了 第三场解放军队是 2比3输给了广东 这场比赛呢 是打满了五场 林丹同样是作为第二单 2比1赢了薛松 不过这场球呢 还是丢了一局 那么第四场比赛呢 解放军队0比3 脆败福建 林丹呢 就是压根就没有登场 所以在进入到 全院会开赛以来的 这个阶段的林丹之前 也是打了三场比赛 8比4 林丹已经领先了4分 感觉林丹不看打球 还是非常的沉着 这个放网又出现了失误 感觉杜鹏与在面对林丹的时候啊 真是显得有些现金不足 对前几分呢还能够相持住啊 那么自从林丹这个两个连续的杀球杀对角之后 杜鹏与没有防起来 连续丢了5分 其实林丹的这种 因为他已经缺席世界大赛有200多天的时间了 还能够在之前的羽毛球试景赛当中走进决赛 而且在决赛当中又一次战胜了李宗伟 他的这种身体条件自身的能力啊 真是让人非常的佩服 是这样 这个球差的太多了 想杀的质量更高一些啊 欲速则不达 平时国家队内部训练两个人也会有多次交手 杜鹏与是处于明显的下风 心理上真的是有点发怵 杜鹏与杀球 放网 应该是界外 11比4 林丹大比分领先进入到第一局的局间休息 在场边我们看到了北京羽毛球队的总教练田俊宁指导 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 我们也是通过电视的转播画面啊 只看到了这个北京羽毛球队场边的只有田俊宁 只要在其他的比赛当中呢 一般会有两位教练在场边 林丹和肖辉 那么在这个第二场比赛 就是南双的比赛的时候呢 肖辉是走到了这个场边 那么在昨天的比赛结束之后 我也是问了一下肖辉 为什么他说这个杜鹏与呢 是希望只有一位教练在场边的 就是他的一个习惯这样的能够让他的头脑更清醒一些 肖辉肖辉肖辉导咱们都比较熟悉了 经常来到咱们台当羽毛球比赛的转播顾问 对 我这一次羽毛球的比赛是在锦州 如果是在沈阳的话可能更方便一些 对 林丹 小后场出现了过长 这届全运会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林丹的最后一届全运会了 那团体比赛应该是他参加的最后一场团体赛 其实在伦敦奥运会之后 关于林丹什么时候推议也是一直在热烈 不过之后好像也听说他还要坚持 坚持到16年的这个一届 对 听过这样的消息 因为目前以他的能力 只要他想拿的话 只要他全力以赴去打的话 恐怕冠军还是非他莫属 对 因为从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后 他休息了这么长的时间 还能够在世锦赛第五次 这一次是获得了羽毛球 世锦赛这个男单的冠军 对 也再次证明了自己确实是有非常强的实力 翻手勾对角没有过往 他现在林丹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 我想可能对于北京队来讲 一旦派出了杜鹏宇最不想碰的就是林丹 是啊 天天被对方抓了更高 在这次决赛阶段的比赛呢 杜鹏宇第一场是作为一单等场 北京队3比2赢了广东 第二场呢 北京队1比3输了浙江 杜鹏宇呢 是作为二单 但是呢 在这个单打的比赛当中呢 杜鹏宇是0比2输给了浙江的黄宇翔 第三场北京队是总比分3比1 战胜了中国香港杜鹏宇同样是作为二单 2比0战胜对手 所以杜鹏宇啊 同样是打了三场比赛 不过在这个昨天的男团的半决赛当中 北京队也是耗时200多分钟啊 最终和江苏队啊 应该说是一场苦战 也是一场敖战 这样的加起来的话 杜鹏宇应该比林丹多打一场球 对 因为昨天林丹没有打 昨天半决赛四个小时啊 北京队西败 好球 杜鹏宇的防守也很顽强 林丹的防守啊 太严密了 杜鹏宇的杀球还是被林丹防起来了 反复的推后场 好球 这个回合应该说双方发挥的都非常出色 对于杜鹏宇来讲 几次进攻啊 质量很高 但是林丹的防守能力太强了 这个反拍的勾对角啊 质量太差了 北林丹再往前逮个正着 很多时候我们看杜鹏宇的杀球呢 他杀到对方正手去 林丹这种反抽的能力啊 特别强 而且反抽过来这个落点啊 还非常的焦钻 一下子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立刻就优手转弓 对 就是在被动当中 我们看是一个下意识的击球 但是林丹这个球处理的就会很到位 对 看这种球 这是林丹的能力 好的 主动宇的这个杀球杀到了林丹的身后 林丹的防守啊 稍稍出现一点点的漏洞啊 必须要马上的抓住啊 对 而且对于林丹来讲呢 刚才他是领先十分 所以要要求他在场上 能够百分之百的投入 专注度非常高也不太可能 是 第一局比赛杜鹏宇非常困难了 他如果第一局输一个大比分 这对杜鹏宇的心理的影响非常大 本来面对林丹心理上就处于绝对的下风 肯定是有一些罚处啊 第一局再输这么多 第二局真的很难打 今天呢在乒乓球项目当中啊 北京男女队也都是参加 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 男队三比一赢了天津 女队三比一赢四川 北京男女队在乒乓球啊 都是拿到了第三名 现在是北京羽毛球男队 在面对解放军队来争夺第三 那么在今天上午呢 北京羽毛球队女团方面 也是和浙江来争夺女团的第五 昨天呢 北京羽毛球队是三比二 赢了辽宁 在五到八名的争夺战当中呢 是再进一步 今天的三比二赢了浙江 最终呢 北京女团是在本季全约会上呢 是获得了第五的成绩 之前呢 我们也向大家介绍过 北京羽毛球队女团在这个全运会 历史阶段是从来都没有杀进过决赛圈的 所以说这一次呢 能够获得全运会女团的第五名 你要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 对于女团这些姑娘们来讲 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北京羽毛球队在这个女子方面 这些队员们都非常年轻 而且今天上午的比赛是打了241分钟 哦 四个小时 对 这个第五名真的很不容易 昨天是打了290分钟 那这快五个小时了 林丹领先10分 发球还出现 独鹏宇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落后10分的话呢 要想搬回来已经非常难了 林丹的局点 把球 领先的比较多 林丹这个回球有点慢不惊心了 这个球呢 还是压制住林丹反手的底线 让林丹的回球的质量不高 好的 又一次出现失误 看来在面对林丹的局点的时候 杜鹏宇也是很敢打的 并没有放弃第一局比赛 反正第一局已经输了 放开手脚 争取能打出几个漂亮球 为自己下一局 奠定一点点的心理优势吧 双方的一个多拍拉锯 感觉林丹今天的状态还是不错 最后还拿下来就多拍了 林丹的杀球 杜鹏宇回球出界 这样呢 第一局的比赛21比11 林丹呢 是领先10分 这样 这个分差感觉还是有一些大了 对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啊 可能一上来 杜鹏宇在昨天得知 在今天的比赛呢 是要面对林丹的时候 心里面就在 有点发怵 这个应该是今天才知道的 就是今天早些时候才知道 杜鹏宇面对林丹 肯定心理上绝对的下风 技术上也是下风 原本 可能北京队在分析 对方排兵步阵的可能的时候 认为林丹 有可能是排在这个二单 所以把杜鹏宇呢 是放在了一单的位置上 对 这个关于林丹出任这个第几单 之前也是有很多猜测 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林丹呢 习惯在吃完晚饭之后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呢 稍微等一等 缓一缓 然后呢 再出场 所以说林丹很有可能是出任第二单 但没有想到今天呢 作为一单首发登场 对 二单呢 正好是打完前两场 因为六点半开始进行第一场比赛 打完前两场大概七八点钟 正好是吃完晚饭 还可以休息一会儿 打这个二单正合适 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 是关于能否拿到奖牌 所以林丹看来是放弃了这个吃完饭 对 打完这场比赛再去吃 因为通过这个昨天的排兵步阵 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 这个解放军队对于这个同牌 是相当的看重 因为在昨天的比赛当中 他们是已经完全放弃了和江苏队的对抗 派上的全部都是替补的球员 所以他们也是要这个以意代劳 今天全力的来和北京队进行对抗 对 北京队昨天面对江苏队啊 应该说就打的时间很长了 所以可能在南全决赛里面啊 这个福建队也得占点便宜 对 昨天我们在转播的时候就说谁 进入到这个决赛 无论是北京还是江苏 肯定是福建队会有优势的 福建队呢在去年的这个全国锦标赛上 当时呢就是在决赛当中赢了北京 获得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 嗯 好下面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比赛 怎么还挑林丹的正手呢 林丹也是没有很好的杀球的机会 相当被动 这个回合 杜鹏与连续三板很明显的是刻意挑对方的正手 这战术思路确实 准备不足 林丹那边是正守卫啊 这并不是一个右手吃牌的选手 现在杜鹏与应该就是放下包裹 全当这场比赛已经输了 后面放手一搏 争取发护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那种情况下如果输了咱们也没话讲 对其实这个在赛前杜鹏与也是并不被大家看好 因为毕竟对阵的是林丹 这世界上最强的羽毛球高手 对啊 所以杜鹏与还是要轻装上阵 完全打出自己的水平就行了 现在林丹的防守真好啊 多次防起这个很重的杀球 这挑的又力量过大 杜鹏与的挑球出界 林丹在第二局2比0领先 今天比赛里面其实有几次林丹这个调底线这个位置并不是完全到位 就双打发球线这个位置 杜鹏与这个双脚起跳的杀球啊 每每的都是被林丹救起来 对 而且救的还很有质量 杜鹏与的这种杀球的威力啊 还是不够大 很难对林丹造成威胁 对 而且战术思路啊 你看连续给对方正手 必须压住对方反手或者头顶 这个就可能林丹的事件也受到这个灯光的一些影响 出拍的时间晚了一点 哎呀 所以看似是一个机会啊 这方也给打掉了 这个球感觉林丹都举手投降了 但这球没过 就是愉悦的这种球球啊 招牌式的动作 接外 比分变成了4比1了 杜鹏与体能消耗还挺大 嗯 这个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了 就是以前呢 我们在看杜鹏与的比赛的时候 他基本上一上场打几分几分球的时候 就会感觉汗如雨下 嗯 然后后来呢 我就问了这个萧辉指导 杜鹏与就是这种类型的球员 啊 啊 比较喜欢出汗 对 啊 现在比分的3比1 第二局还是林丹 呃 4比1 刚才是杜鹏与的抽球出界 这个字幕啊 这上的 有点晚啊 我还以为我报错了 其实我报的是对的 有一个勾兑角 质量不高 给林丹再往前逮个正着 放完之后林丹回放 回放啊 杜鹏与没想到 对 呃 在这个林丹回放的时候呢 杜鹏与的重心已经在向后移动了 对啊 没有想到林丹呢 再往前是呃 这个反倒林丹回放了 你面对林丹这样的高手 怎么能不做多手准备呢 还挑对方的正手位 6比1 对方可是一个左撇子 杜鹏与要求更换一个新球 6比1 真的是战术意识不足的一个运动员 其实呃 打球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羽毛球非常的讲究这种战术 杀追身都被林丹救起来 林丹接杀球的能力确实非常强 刚才出手的时候呢 手上有个停顿 各位观众 除了个人能力很强之外呢 手上的变化也非常多 要挺对方的反手啊 对了这个球就不错了 这球应该杀对角啊 前一个回合杀对角应该有了 那这回合杜鹏与能拿下来也不容易 现在我们看到杜鹏与每得一分都是非常的艰难 都需要通过多拍的拉掉寻找机会 本身就爱出汗啊 现在这汗就更多了 确实杜鹏与呢 在碰其他球员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他呢还是具备很强的实力 但是像碰到林丹这样 因为林丹呢 他的杀球非常的有威力 而杜鹏与呢 在得分能力方面确实是不如林丹 对 杜鹏与就是需要在场上做比对手更多的这种积极的跑动 寻找机会 然后再一拍之手 对 我感觉日后如果杜鹏与要想再进一步提高的话 这个战术意识啊 一定得加强 这林场应变的这个能力 一定在更强一点 他的战术啊 有的时候是比较的死 林丹回放 杜鹏与把球挑到后场 杀球接杀 又挑到了林丹的正手 比较反手就对了 对角 对了 这个球打了很漂亮 先压住对方这个头顶 然后呢是放网之后 对方回放 然后回了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对角 这次这个队长呢 这个出球的质量呢 就很高 没有给林丹任何机会 3比6还落后3分 杀追身 好球 连追3分了 不容易 这个时候林丹的注意力 可能有有所下降 双脚起跳 下了一个很靠边的直线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游泳的赛场 来看一看男子100米挖泳的决赛 这个项目当中是有北京选手 王帅的参加 追到6比6平了 好 我们来到游泳场 来看一下男子100米挖泳的决赛 现在晚上呢 是现行4个项目的争夺 女子100米跌泳 男子100米挖泳 女子400米自由泳 和男子四成100米自由泳接力 北京的选手王帅呢 今天在男子100米挖泳的决赛当中呢 是处在第5泳道 他在半决赛是名列第2 他在第1道的是浙江的选手 毛肥莲93年出生 在半决赛是游戏了1分01秒99 第二道呢 是云南选手谢志 87年出生 半决赛1分01秒84 第三道解放军队的李驾炎 89年出生 半决赛1分01秒64 第4道是广东的孤飘荣 88年出生 半决赛第一 1分01秒37 北京选手王帅在第5道 91年出生 半决赛是1分01秒60 还在第2 在第6道是解放军队的黄云坤 92年出生 他半决赛1分01秒75 在第7道是上海队的陈城 92年出生 在半决赛1分01秒89 而在第8道的是上海选手 石伟嘉 94年出生 在半决赛游出了1分02秒02 这个项目的世界记录呢 是58秒46 亚洲记录58秒90 全国记录呢 是1分0秒73 看看半决赛名列第2的北京选手王帅 能不能为北京代表团 再添一枚金牌 最大的对手应该就是第4道的不飙容 好比赛马上开始 应该说呢 在游泳的四个姿势当中啊 这个挖泳这个项目 对技术的要求是最高的 所以亚洲选手呢 可以在世界方面里 都取得很好的成绩 比如说像日本的北岛相继 你看看现在 王帅跟飞标融入 中国非常的激烈 应该是王帅目前暂时 有一点点的领先 50米过后是谢志 来自云南的选手 还在守卫 28秒18 谢志是才算第二位选手 他现在在领先 这个有些出力量 四五道的两位选手 应该说中央得很激烈 现在还是二道的谢志在领先 我说出一代的话 他要拿到全盘了 我们看他现在还有啊 打破全国纪录 全国纪录是1000以内 破了全国纪录 谢志拿到第一 有能军的里面 还是第二 北京的王帅应该是没有拿到想法 新的全国纪录 这成绩确实非常肤色 解放军队的选手谢志在半军赛 只是游出了1分01秒84 军赛他游出了1分0秒31 创造了新的全国纪录 看一下这比赛的慢性的回放 我们之前没有想到在二道的谢志啊 能够呃 其实在前25米之后啊 就已经获得领先 并且一直把优势保持到了终点 看完了男子100米8勇的决赛之后呢 我们等一会儿继续来看羽毛球比赛 我们再看一看最后这个触臂的情况 当了北京拳手王帅 这就是获得了第四 王帅获得第五 王帅是1分01秒23获得第五 云南的谢志打破全国纪录 1分01秒31获得了第一 解放军队的李夏延获得第二 帅强的毛飞联是第三 好 现在呢让我们继续回到羽毛球的赛场 现在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全运会羽毛球男子团体的 同牌的争夺战 北京队对阵解放军队 现在呢大家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 北京队呢是派出的杜鹏宇解放军队呢 也是派出了他们最强的选手林丹 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呢 杜鹏宇现在是10比9 一分领先对手 杜鹏宇能够把比分追进啊 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因为在第二局的比赛一开局呢 杜鹏宇曾经是6分落后对手 这一分又是一个多拍的回合 平单压杜鹏宇的头顶 这拍杜鹏宇在判断上出现了一点失误 这场比赛的胜者呢 将会获得本届全日会羽毛球男团的同牌 现在应该说是在不同的场地啊 就是争夺 5到8名 9到12名的比赛也都在进行 对 这个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的决赛是在明天进行 那么在明天结束之后呢 羽毛球团体的项目就已经全部结束了 之后呢将会陆续展开5个单项的角逐 那乒乓球比赛呢 是今天就已经结束了男女团体的决赛 目前男团决赛也是上海队解放军正在进行当中 明天就要开始五个单项的决赛了 那么在林丹和杜鹏宇的第二局比赛当中的杜鹏宇 率先拿到了11分 11比11分领先林丹 进入到第二局的局限休息 他也是希望的杜鹏宇在第二局啊能够这个帮回一城 两个人打到决胜局这样的还会有一些希望 开局是1比6落后 然后追到6比6平 现在反而是超出了 很不容易啊 两位选手呢除了要参加团体的项目之外呢 在团体项目结束之后 林丹和杜鹏宇都要参加羽毛球单项的比赛 好球 这球出界判断得很准确 杜鹏宇的接杀球挡网 当林丹杀球之后来挡网前 反拍的放网 这球出界了 这次北京队呢除了参加团体的比赛 在各个单项的决赛当中呢 也有咱们北京选手的身影 蓝丹方面呢是杜鹏宇和乔斌 蓝双呢是张南里根 陈志斌和刘宇晨 有两队蓝双组合 混双呢同样是两队张南与小韩 来搭档混双 另外一队呢是刘宇晨和王蒙岩 女单呢是只有一位选手 是索迪进入到女单的决赛圈 另外女双呢是谢敬与小韩和王蒙岩张靖 还是林丹又领先了一分 我们看这个反应圈非常快 直接就平抽过来了 他妈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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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平 现在分数一定要紧紧的咬住 对 其实现在对于第二局比赛 虽然我们很难分出胜负 但是这个比分始终是相持住的 不像这个第一局比赛 大比分落后 对 第一局输10分 对 现在最起码有相持的能力了 这样才能看到胜利的希望 感觉第二局林丹打的有一些漫不经心 连续出现的失误 像第一局比赛 他的攻与防两个方面都发挥的非常出色 特别是防守 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运行 基本上杀不死他 所以林丹的漫不经心 也给了杜鹏宇一些机会 对啊 还挑正手 必须要压对方反手了 对 压头顶 这是林丹的能力 确实这个球非常的突然 杜鹏宇还在原地等着反手 所以我们总是在批评杜鹏宇 这个战术意识有些不足 一方面是线路上的这种林丹把控的变化 另外一方面就是防守当中的这种策略 总要比对方要多想一点东西 现在感觉杜鹏宇在思路当中 总是比林丹少想一点 老是被对方所控制住 这一层应该是裁判判了戒外吗 杜鹏宇应该是有一些争议 和裁判呢交流了几句 刚才是评分 其实这一分是判给了林丹 看是14比12 14比13 应该也是突然加快了杀球的速度和节奏 15比13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阶段 如果咬不住的话 恐怕第一场的比赛就要输了 16比13 速度有的回放下网 林丹又得了一分 三分领先 哇 这一半吓得太离谱了 林丹自己都觉得很不好意思 他也跟杜鹏宇之前 那个回球的球速比较快 比较平啊 也有点关系 杜鹏宇之前也是连续两派 压林丹的反手之后呢 林丹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机会 这个杀球就是出血太多了 杜鹏宇现在是暂时两分落后 这场比赛第二局呢 对于杜鹏宇来讲 只要把比分能够相持住 把比分咬住 还是有一些希望 基本上还是给林丹的正手和中路 寻找一些机会 提到对角 放网的质量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露出了破绽 几次的这个放网 还有勾对角啊 都是出球的质量不高 给林丹在往前突网的机会 林丹太善于抓这种机会了 对 他的这种往前的洞察能力 也相当强 所以现在林丹很难击败 就是他在攻防两端 都是相当的完美 没有任何的破绽 留给对手 真是 林丹现在的情况 我感觉有点像这个 驴子网谈的小维莲姆斯 只要他投入的参赛 这冠军他肯定会拿 偶尔会抱住冷门 肯定也会输给一些排名较低的 面对排名前几位的 他肯定不会输 对 虽然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加 他可能在场上体力不如之前年轻的时候 但是他们在场上的这种经验 也能够弥补一些体力上的不足 他经验是越来越丰富 对 现在我们会看到 林丹在对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选手的时候 有的时候可能也会输几分 但是马上这几分 他就会专注度 一旦提升的话 马上就能把这个比分的再赢回来 对 现在他对比赛的这种操控的能力 掌控能力 确实非常强 林丹领先杜鹏宇三分 好的 这个球还杀出电了 这个太不应该了 因为之前林丹的防守太严密 所以杜鹏宇也力争把这球杀得更编一点 结果就出电了 对 不能给林丹任何机会 所以要求每一个球呢 初拍都要有很高的质量 19比15 接下来也是迎来了关键的比分 突然的这个大队脚 所以是正像刚才文川老师所说的今天 杜鹏宇给林丹的正手的球太多了 对啊 你面对一个右手直拍的选手这么大没问题 你面对的是一个左撇子林丹 看出意识必须要加强 林丹拿到了盘点 又是抽直线 对角 批掉对角 杀直线 对 两个底线调动对手 哎呦 对方不会滚网啊 这样呢 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 林丹2比0战胜的北京的选手杜鹏宇 是率先为解放军队拿下了第一分 向后呢 是男子双打的比赛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体操的赛场 看一看今天体操男子全能的决赛 北京选手诚然的比赛 比赛 斜丹3比赛 在淀麦 接下来我们下来 辞职业